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琪琪 12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 商丘市宁林县的玉华园中学 在27日 当天是有大量的市民和警察 就是围在这个学校门口的 最讽刺的是这个视频里 就是一闪而过的这个学校的这个 上面写的那个字 标语 家长放心 社会满意 等到了这个第二天 12月28日的时候 事态升级了 学校现场就堆满了这个悼念的鲜花 愤怒的群众呢 开始聚集起来前往学校抗议 并且呢他们还围住了校领导的车 要讨说法 人群甚至和警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并且成功的赶走了警方 随后呢就开始有特警从各地赶往这个宁明县 随后呢就开始有特警从各地赶往这个宁明县 甚至呢有人直播了这个现场 抗议的民众真的非常非常多 画面里呢也出现有国旗 但随后呢这个直播就被关闭了 那民众呢他抓住了一位领导 然后是校长 那么就有人拍打他的头 并对他进行辱骂 贵人都没打了 贵人都没打了 这件事情的梳理到这儿呢 我就有点憋不住了 我就先加一段话吧 就是这个画面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比较熟悉呢 是不是很像批斗现场 就这是校长 他对这件事情首先他知不知情 而且是不是他下的决定呢 所有人都不知道对吧 那么就抓住之后呢就开始审判 然后打他辱骂他 并且呢把这个校领导的车刮花了之后呢 甚至要求他下跪认罪 像这种行为他一般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呢 积极斗争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就完全不讲理了嘛 就我说你有罪就有罪 这个意外绝对是让人悲愤的 作为父母他们要抗议或者追求真相 还有热心帮忙的群众 我是一百个支持 但是他们这样的这种暴力的做法呢 只会造成一个后果 扩大阶级矛盾 就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呢所有的人现在 处在一个非常激愤的一个状态 想要去帮这个家长维权 或者甚至叫好这种行为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温家宝他之前说过 如果不改文革就一定会重来 但是其实只针对这件事情的话 就不能说是家属和这个帮忙抗议的群众做错了 因为中国没有法律 而且呢也没有人相信法律 那冤屈根本就无处深 就一直在中国古代也好 一直延续这几千年来 一直都是这样的 没有人会相信真的有法律的 所以呢当遇到这种极度的冤屈的时候 然后又无处伸张的时候呢 就会陷入一种无能狂怒 这是必然的因为没有办法 要不然就只能把人逼疯了 但是呢如果放开这个视野来看 从更高的维度来看的话 也只能说是他们错了 因为他们虽然是无意识的 但是他却被利用了 就这其实是在助纣为虐 在帮这个细胞子去巩固他的这个独裁权利 因为就像当时的文革 去帮助这个毛泽东树立权威是一样的 当时文革一过全中国上下 谁还会谁还能再敢反对毛泽东呢 当那个唐山大地震需要解放军去救灾的时候 因为毛泽东病倒在了床上 所以呢他给不出这个指示 结果就没有一个人敢发号示令 让这个解放军出发去救灾的 就因为这个就生生耽误了在地震之后 黄金救援的时间 因此就多害死了多少人 如果说我理想主义一些的话 就是应该全国所有这些有冤区的人 大家应该联合起来 做什么事呢 把法律建立起来 让中国彻底司法独立 一代一代这些受冤区的人都为之去努力 然后呢不把这个权力关在笼子里呢 就绝不把休 等到司法真正的独立之后 他必然就会限制权力 那么这个法律 他就会成为这个平民永远的保护仔 但当然了我也就幻想幻想 如果中国人能有这种法律神圣的意识的话 中国早就民主了嘛 但我还是抱有希望的 也许呢真的有一天 能以别的一想不到的方式就实现了呢 毕竟呢很多大事都是从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的 也许这件小事已经发生了 只是呢还没有被发现 好了这个一加又加了这么多 但其实这一点还没聊完 但我们等一下再聊 我们先把这件事情来看完 下午呢县长来了 然后呢民众呢就对这个县长说 就要求杀人偿命 随后呢民众又闯入了一座大楼 具体也不知道什么机构 到了这个28日的深夜呢民众散去 然后呢学校周围就布置了大量的警力封锁了道路 并且呢有网传消息 好像这个宁灵县的这个派出所 他紧急通知民众 明天不准再前往这个 玉华园学校了 商丘高速公安还发布了一条 说商丘有大雾 关闭高速的一个通知 那这件事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以上的内容了 也许等到29日还会有新的消息 或者在之后还会再有新的消息 但我真心的希望这件事 不会再像小花梅事件 胡信宇事件一样了 它能有一个真相 接下来呢想说的就是 我这几天呢一直有的一个 特别悲观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文革2.0呢 应该是快马加鞭正在路上了 其实我是有点细思极恐了 因为疫情它当时发生了这个白纸革命嘛 然后呢就被官方直接扭曲为 这个诉求是要解封 并且呢它满足了这个民众的诉求 然后就真的解封了 从这开始呢 中国人很多中国人是真的觉得这个 官方呢是会听民众的这个呼声的 所以呢很多人他会有觉得说 一件事情如果把它闹大了的话 就能解决的念头 现在看这个视频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小花梅当时闹得那么大 不是都没解决吗 就不会再有人相信中央了 但事实上呢只是我们觉得没有解决 因为我们知道它没有解决 但是呢很多人真的是很多人 都觉得还在要真相的人是阴谋论 我们都是在异想 因为他们觉得官方已经给出了这个明确答案了 是我们呢不愿意相信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仇恨这个官方 仇恨政府 所以我们就不愿意相信这个政府的发言 并不是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漏洞也好 或者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一些说法 我们呢都是在无理取闹 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呢官方是不为人民做主的 文革的本身的目的是很简单的 毛泽东呢他在此之前并不是完全一个人说了算的 在党内他是有很多的对手的 那么清除异己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借刀杀人 文革其实准确的来说 并不是真的从1966年开始的 因为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五类分子了 但是呢 但是呢1966年才是正式的一个开始执行 前面的那些时间呢应该是毛泽东的一个试探 就像现在 很多人觉得文革的时候全中国已经彻底失控了 然后没有人能管得了那些暴民红卫兵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一切都在毛泽东这个人的掌控之下 所以呢某种意义上说呢毛泽东真的是一个天才 在电影呢 《芙蓉镇》里有一个角色 他是村子里的那个流浪汉吧 那么当时呢革命小组找到他家之后 他是怎么跟革命小组说的 他说那打倒那个 打倒他能分他的钱吗 如果能分他的钱我就支持 全力支持 那么就正好就顺着这些人的邪恶心理 毛呢就开始支持这些人也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贫困户 开始呢批斗地主分地主的财产 那么这些人得了这些地主的好处之后呢就意气风发了嘛 觉得自己不得了了 然后呢也特别特别感谢了毛泽东 那么毛泽东呢他就开始利用这些陷入全民狂欢的这些人来批斗知识分子 然后呢他就说这些知识分子是妖言惑众 那么这些最底层的人他们第一次享受到了权力的滋味 就像疫情期间的保安一样从来不被看到了 这个时候特别有存在感 所以他们就会拿着鸡毛当令件 那么接着呢就顺水推舟了 就开始批斗资本 然后批斗关老爷 在这混乱的期间 所有胆敢反对毛泽东的人都因为这些狂热的 以为自己终于因为毛泽东而翻身做主人的人 疯狂地去拥护毛泽东 而被毛泽东顺利灭掉了 整个文革毛泽东的威望是一路高升 到最后达到了巅峰 然后才发生了像我前面说的 唐山大地震无法救援的事 就没有人再能撼动毛泽东的一个地位和权力了 大家看过浪潮的这个电影吗 是德国的电影 我推荐给大家看一看 它是根据德国当时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 文革呢其实就是阶级斗争嘛 那是人民斗人民 大家要明白是人民斗人民 就毛泽东他一直都是 在局外的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 看到这种民众开始抗议了 就很开心觉得 搞不好这个中共真的要被推翻了 或者政府真的要完了 但是文革它是人民斗人民 他整个这个政权都是独身在外的 他不会被撼动的 那人民斗人民 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是有多重身份在身上的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变成今天你斗别人 明天别人斗你 然后呢中国人他还有一个特性 因为长时间以来的这个迫害就造成了一个特性 就是这个刀不砍在自己身上就不会知道痛 所以呢今天斗别人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开心 然后明天呢 别人来斗自己的时候呢 自己又特别的悲惨 但对方又会是像之前他斗别人的时候的那个心理啊 就特别得意 所以就有点无解 那么到最终呢 就像文革的后期一样 就陷入一种就是莫名其妙的 就完全没有目的的一个全民的狂欢 政权在这里面的角色一直都是做主者 就是做主的那个人 他的权威呢自然而然就会达到了一个巅峰 就成为了真正的青天大老爷 而中国现在呢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 阶级矛盾真的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炸裂了 但是很多的人并不觉得共产党有问题 不是觉得是政权的问题 哎呦喂 真不争气 那我到底为什么会细思极恐呢 因为按照这个一系列的发展 我觉得搞不好这是习近平他有意为之的 也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 很可能是习近平故意挑起的 他为的就是文革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因为习近平他在2013年 也就是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的时候呢 他还说了这个伟人的错误 我们要正式然后攻击了毛泽东一大堆 也是因此呢中国人在这十年间 对毛泽东的崇拜可以说是有一点厌气息鼓了 但是今年呢习近平对毛泽东的评价 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然后呢大家就对毛的这个追捧和崇拜 又全部都回来了 大家看到之后不都说要他想要这个借尸还魂吗 事实上我觉得这并不是一句玩笑 因为很可能他是真的 第一观察还发了一张海报说 把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什么事业呢 我觉得结合以上的所有事情来看 包括现在的发展和现状 包括人民的一些情绪 就不是文革还能是什么呢 如果我预判成真 文革再次发生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还是要在这里 就是希望我自己的预判失败 是因为我脑补太多了 太担心造成的 就文革千万不要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